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跟大家介紹一把非常慢能 高質素和好用的梳 這把是來自日本的NBAAS型Brush 而這把梳我買的價錢是380多元 哈哈哈哈哈哈 我當時是黑條 然後得一口笑 不過當時我在想 一旦不用 一旦用就用最好 之後買了這把梳 用了兩天 我已經覺得是非常物有所值 完全沒有令我失望的 那為什麼這把梳這麼好用這麼特別呢 首先第一我們先講一下它的梳匙 首先如果我們平時用膠做梳匙的梳 好處就是它比較容易可以抓到頭髮 但是壞處就是因為它是用膠做 所以它們的梳匙是無法吵熱 難一點令到頭髮更快定型 所以如果有時你是用一些排骨梳 或者七寒梳去吹頭的話 就要吹多很多下 才可以令到頭髮比較容易定型 但是如果我們是用一些珠中毛梳 或者一些鐵梳去吹頭的話 它們的好處就是有一個 吵熱的功能 吹出來的效果都會漂亮一點的 但是它們的缺點呢 就是只可以用在一些乾的頭髮 或者吹到大約七八成乾的頭髮 因為它們是用珠中毛或者梨龍去做 所以它們如果用在濕髮上面 就比較難抓起頭髮 又或者甚至抓到頭髮很痛的 因為當我們頭髮濕的時候 就是我們頭髮和頭皮最脆弱的時候 所以大家記得平時在我們頭髮全濕的情況下 就千萬不要用任何的造型工具去做頭髮 無論你的造型工具是多漂亮多高質素都不關事 而這把NBA的梳 就是同時有膠的梳匙 和珠中毛兩種物料去做的梳 所以這把梳匙可以同時做到 抓起頭髮之外 亦都會有草熱 把熱力帶去頭髮的效果 記得我多上學張的時候 我試過在街上用了百多元買一把的膠梳 都是它們用的膠 都是非常之硬非常之差的 然後那時候我回到家吹頭 不要說扯到頭髮 我一把梳匙碰到頭皮 我的頭皮也感覺到是很痛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這把Olivera Gardner的Fender Brush 其實它一梳下去 它的回大力是非常之快 而且它們不是硬 都是軟的 但是NBA的梳匙 大家可以看看是非常之軟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所用的膠 是非常之柔的 所以就算我用NBA的梳匙 吹頭一會碰到頭皮 又或者拆到頭皮 都不會感覺到痛的 當然聽到這裏 我不是叫你用這把梳匙 不停擦頭皮 如果太大力擦的話 都會令到頭皮不舒服 另外最重要在造型方面 它是非常之幫到手的 大家可以細心點留意一下 其實它這把梳匙分了三層去設計 第一層是比較長的膠尺 第二層是一個比較短的膠尺 第三層是朱中毛的 這個長短膠尺的設計 第一就可以令到比較容易梳順到頭髮 沒有那麼容易卡頭髮 那它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平時我們梳頭的時候 比如說遇到打擊位 我們要梳多幾次 才可以把梳慢慢的梳順 但如果我們用這個設計的梳去梳頭 首先去長的梳匙 首先會接觸第一次 我們頭髮打擊的位置 之後剛剛好接觸完的時候 短的梳匙又會接觸頭髮打擊的位置 那個情況就好像梳一次頭 變了梳兩次頭 所以這個設計就比平時我們用的梳比較快 還有容易梳順到頭髮的 另外這個長短梳匙的設計 就比較容易吹到層次出來的 大家都會知道平時髮型 它會幫你剪碎頭髮 剪碎的其中一個原理就是 有一些頭髮 它有些頭髮比較長 比較短 就變成一個堆砌的效果出來 這個堆砌原理做出來的效果就是 就像頭髮有些層次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用一把梳吹頭 它也會對應那些頭髮一長一短的位置去吹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 一個層次做比平時我們用的梳匙比較突出 另外去到第三層 因為珠棕毛的梳 給了一些摩擦力 所以就比平時我們用的其他梳匙 做出來的效果會再蓬鬆一點 說完這個感心奧梳匙的部分之後 我們就來到第二個好處 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梳的後面 它的梳身其實是一個直線 就算我們這個Warmbox 其實它Warmbox雖然這個位置是圓形 但是它的梳身這個設計 這樣看上去都是一個直線 但是NBA這個白梳 它的梳形的設計是S字形 那為什麼是這樣的設計 和為什麼這個設計好呢 因為其實我們的頭是圓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這個頭骨的位置 那麼多數人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凹凹了下去 如果我們比如說放到吹的話 其實這些位置或者這些位置就很容易留了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把NBA的Brush去吹 這樣放下去的頭骨的位置 特別是這些位置比較難吹一些 這樣的話 其實就可以比較容易一些 去Match我們的頭骨去吹 所以如果用這把NBA這個S型的設計 就會更加容易快和準確地吹到我們想要的Session 如果你不是平時一些很高的要求 又或者要一些很Smooth的弧度的話 其實用這把梳已經吹到很多很基本的髮型了 甚至如果你不是一些要吹到旁邊的頭髮是很貼很貼的人的話 其實用這把NBA的Brush去吹貼旁邊的頭髮都很夠做的了 除非你那個是有一個很貼服或者很完美的造型 我就建議你用一把OneBrush去吹 但如果有時候我們趕時間的話 那把手骨要輕一點的話 其實用這把NBA的Brush已經很夠做了 說完梳子和梳形之後就來到梳身的重量了 這件事可能比我們前面說的兩件事就沒那麼重要 但平時我選梳我都會著重這個因素的 以前我有一把梳叫Byveline的九寒梳 那把梳的質素很大真的很重 那平時我們帶去旅行 又或者有時候我們吹頭吹很久的話 其實雙手這樣舉得多都挺累的 而這把NBA的Brush是非常之輕身的 大家可以在鏡頭看到 其實它是一把木製的梳 而且它用的木也不是平時我們那些很便宜 很粗的那些木的 那一部分我就教大家吹一個 我現在這一排會經常做的Quif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我這個髮型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一陣用一把梳去吹頭 是比我之前的影片吹得快很多 以及有效率很多 好 事不宜遲 開始 首先我會用Styling Maraki去打底 之後我會用NBA的梳 就分Styling這樣吹鬆髮筋 吹鬆了整個髮筋之後 我們就會在Quif的頭部位置 就是大概這一堆的Styling 用梳捲起這樣吹 做回Quif的形狀 因為剛才我們吹頭只是吹鬆了髮筋 就沒有在髮尾內做功夫 所以當我們吹鬆了整個頭髮筋之後 我們就會在Quif這個重點位置的髮尾補多幾下 而分Styling的位置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太精準的 都不需要用夾去分回Styling 因為這把梳是可以把頭髮暫時這樣 梳在後面都可以定到形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又拿夾 又要分Styling這樣麻煩了 那我記得剛剛吹Quif部分的動作 記得記得一定要做 因為是這個Quif髮型裡面的重點 吹完之後看到大概只有一個Quif的形狀 就是這裡整個頭髮已經吹鬆了向前這樣推 那這邊呢 流海的部分也做到一個Quif的飛起效果 那在這個造型上面我會用到兩種產品 首先我會用到Clarus的髮泥落在髮筋位置上面 那為什麼要先放Clarus在髮泥上面呢 那因為Clarus的定力是非常之高的 那如果我們先放Clarus在髮筋上面的話呢 就可以給到一個很足夠的支撐力給頭髮了 把髮泥 塗在髮筋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髮泥一塗在髮筋上呢 頭已經變成像爆炸頭一樣的 那下了Clarus在髮筋位置之後呢 因為我想有層次感再爆一點 有爆就有爆 再加上我想給這個髮型多一點光澤感 但又不是很亮的 那所以我就會用到Blueman的毛泥在髮尾位置 那我份量方面呢 因為我想頭髮多一點水分和光澤感 那再加上我想整個造型都滑多一點 那所以我拿個份量呢 就會給Clarus多一點點 那你可以看到呢 毛泥那個感覺是很滑的 那所以做出來的效果呢 都不會很棘身 很硬斑的樣子 那如果你想拿髮泥在髮尾位置呢 又不想碰到髮筋 你可以參考我這個做法 就是在這個頭髮髮尾的表層打圈 那你可以看到我用完Blueman的毛 之後呢 整個頭髮的層次感 是會再突出很多爆很多的 其實如果將一個Clarus 層次感是很重要的 如果太整齊的Clarus 就會變成一批東西 整個很重的感覺 就會不好看的了 然後我們下了髮泥之後呢 就可以慢慢做一些Touch Up 就好像我這樣 捏這頭髮 給它一個弧度 那其實這一陣子 我做All Back 或者這些Clarus 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歡 把所有頭髮都做All Back 向上面的 那我就會在這個大概 眼眉角的位置 對上這一層的Area呢 我就會這樣 握頭髮下來 純粹都有手勢的 握頭一握頭 那之後我們收拾一些細節 我就建議大家 用我之前提到的尖尾梳 的梳尾去用 那因為呢 我現在這個新的Office 就忘了帶我NBA的尖尾梳 所以我就用這把梳掃的 叮叮去收拾了 就不要看小細節 那希望這段影片幫了大家 那希望可以讓大家明白 原來一把梳是可以講究到 去到這個地步的 那記得我第一次試用完這把梳之後 我已經很興奮地找到 到處我可以進去 那最後我都找到 入了第一批小量的貨 在Spray Hair買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去Spray Hair的網 又或者Facebook 或者IG去買 價錢就貴了一些 不過像我開頭所說 一是不用 一用就用最漂亮的嘛 好啦 那不說那麼多了 下次見 Bye 那所以大家記得了 記得要自己說了些什麼 大家記得 這樣拿一拿 嘩嘩 抽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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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噁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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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